WARFRIEND 四血型酷娃娃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呢? 今天的主題是回血輔助 為什麼要說他就是輔助呢? 最主要原因大家可能看著看就知道了 所以就先來講一下他的配置 首先我們的四血型酷娃 今天的配置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他的這個配置的話呢 其實說實在的啊 我個人是覺得卡位有一點點的不夠放 那再加上呢 這一套配置其實也是後來晚上 我就是決定後來就是 雖然說啦應該說你如果今天要讓他打傷害的話 有更好的配法 但我後來還是決定出這一套的原因 等一下再跟大家慢慢講 那我們首先現在來講一下 我們今天的核心配置是哪幾張帽的 那首先呢我們今天的核心MOD 是我們的這個寫柱跟我們的這個獵者復原喔 好 那麼我們現在講一下寫柱有什麼效果好了 寫柱呢這個效果其實就跟我們一般的同伴復活有一點點的類似啊 只不過他不一樣的是 他是在你的戰甲一倒馬上秒倒的時候呢 他就會直接去把你拉起來 那這個效果呢我覺得是真的蠻不錯的啊 就是呃跟 另外一個機器的那個救援還要好用許多就是了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呢 這個機器同伴之類的他們就是會等你倒地嘛 然後時間結束之後 然後他才拉你這樣子 然後他拉你還有一段時間 但這個寫柱呢他只要你一死 他馬上就會幫你去做一個擋死的動作 而且他會讓你知道你死了就是了 那我個人是覺得這個東西也比狐狸的好用一點點啦 雖然說他內置的這個CD時間 比較久一點有60秒這樣子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東西呢他至少讓你知道你死了 然後你可能就會注意一點這樣子 啊狐狸的那個真的有時候會莫名其妙 欸我死了嗎?欸我好像沒有死 好像是同伴自己死了這樣子 那這個可能是只是自己個人的看法啦 那有些人可能覺得狐狸比較好用就是了 那我這邊的話呢今天的核心卡是這一張冒斷 那麼再來第二個核心卡呢 則是我們的獵者復原喔 這張MOD的效果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同伴只要造成傷害 啊也不能說只要造成傷害 我們更準確的來說是本體所造成的傷害 欸就能夠去讓我們的戰甲回復血量這樣子 那這張MOD的特別的地方在於哪裡呢? 啊特別的地方就在於呢 他其實是可以跟一堆有的沒的MOD去做一個 算是搭配的效果就是了啦 那具體來說哪些呢? 欸具體來說就是我剛剛有特別強調的 欸本體所造成的傷害喔 那本體所造成的傷害有什麼東西呢? 欸基本上就是我完全把這邊基本上都放好了 那我們就一一來跟大家講 那首先第一個東西呢就是我們技法的部分啦 那技法的部分的話呢其實他有一個被動 就是他每60秒會創造一個半徑3公尺內的這個區域 並且每秒造成50的傷害 那這個區域呢其實他會隨著你的組合MOD 如果有更多的話他當然這個時間會越短 然後範圍會越大啦 那這邊的話呢其實就是一個 呃他能夠去增加你的這一個 呃算是頻繁施放的程度啊 那我個人是覺得如果你覺得有差的話呢 可以考慮去把其他的這三張的其中一張去換成技法母席 然後去給他做一個擋死的動作 又給他做一個這一個圈圈的這個效果就是了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這個圈圈的部分啦 那圈圈呢欸基本上他是由於 他是由我們這個嗜血型酷娃所放出來的 所以說他造成傷害的時候呢 是可以觸發我們的獵者復原 去幫我們去做一個回血的效果的 那同時呢欸他這張MOD的話呢 我個人也蠻推薦上的月 也是因為還有一個加30%的酷娃技能持續時間喔 那加30%酷娃技能持續時間 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其實最主要是要搭配我們另外一張侵略領土來做一個使用 那侵略領土這一張MOD的話 他呢基本上也是屬於我們本體的這個酷娃所造成的攻擊 他跟我們的雙重令結不太一樣喔 雖然說兩者極為相似喔 那為什麼說兩者極為相似呢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都是放出這個分身來去對這個怪造成這個普攻的傷害喔 那我們的雙重令結呢 他是會這個召喚出暗影護娃 然後在旁邊去幫我們咬怪 但那個咬怪是無法觸發獵者復原的 那我們侵略領土不一樣的是 他是在一個6公尺範圍的區域內造成這個領地 然後這個領地內的話 怪都會有30%機率再去受到我們的暗影護娃的攻擊 而這個暗影護娃他所造成的攻擊 是可以觸發我們的獵者復原去幫我們回血量的 那也就是說呢 新六領土文他本身還是屬於我們這一隻本體的這個 酷娃所造成的一個傷害 那也算是一個他的技能就是了 那至於這個雙重令結的話呢 則不是本體護娃所放出來的技能就是了 好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有一個圈圈去幫我們來做一個 呃 獵者復原的回血效果 然後也會對怪造成傷害 那這邊的話呢 又會有一個圈圈 幫我們去做一個回血跟去造成傷害 那麼再來這兩張MOD的話呢 則是比較看個人的這個需求啦 那首先呢 這邊的話我們先來講講合成結構好了 合成結構呢 這一張MOD的話呢 其實單純只是因為 浣熊想說 呃 拐個合成的效果比較方便之外 再加上我們這一隻同伴 他其實很常有這個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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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然後再加上他自己攻擊之類的有的沒的 那總之的話呢 他的攻擊頻率也算是非常的高的 那他都是可以去觸發到我們這個合成結構的效果的 那變相來做 他就是可以幫我們去產出生命球 然後生命球的話呢 不只我們同伴能夠回血 我們還可以搭配均衡點來做一個回能量的動作 可以大幅的提升這一隻酷娃的功用性就是了 那如果你覺得不需要的話呢 可以考慮換成我們的這個技法猛型 或者是說你要去換成一些 呃 這個 中石石裂啊 物資石裂等等 甚至說實在的 你也可以考慮像我之前有講過的一個聯鬥 就是我們的侵略領土是可以搭配我們的 兇惡鏈結的那一個方式 然後讓他的輸出更高更厚 但我個人是覺得啦 呃 就以這套配卡來說 我自己用殺甲 他是完全已經可以取代優雅的負能了 就是他已經是 算是回血算是蠻強的一個效果了 那你殺甲再提高上去的話呢 他回血效果雖然是好歸好 但怪死的快 變相的來說 你可能這個血包的部分也會比較少 就是了 那我自己是覺得 這樣用起來就剛好啦 畢竟這樣子的話 他幫你吸 然後這個怪可以 就是你可能沒看到的怪他在旁邊打 然後他可能在旁邊打 幫你一直做一個被弄的吸血 然後你在旁邊去打那一坨怪的話 用起來會比較好 才不會說 欸 這個你可能在旁邊打A點的怪 然後這個酷娃在旁邊打B點的怪 然後把B點的怪全部都抓死了 然後每東西幫你吸血 然後你就突然暴斃這樣子 我自己是覺得 傷害不要太高 這樣子夠用就差不多了啦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嗯 這一隻 我今天推的這個啦 其實並不是毒打傷害的啦 那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嗯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部分 然後再加上 我覺得 傷害太普通了啦 對 因為其他的酷娃 還是其他的有的沒的 他其實打起來 效果還要比這一隻還要好一點 甚至是說 一些有的沒的 好啦 那麼再來是我們這一張MOD 其實這一張MOD 做的有點算是 四血型酷娃的毒柳啦 對 那為什麼會說他是毒柳呢 嘖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這個動作嗎 該怎麼說 我覺得 真的 不是到這麼的好用 說實在的 說一句實在話 我覺得放血四咬 並不是這麼的好用 不論是傷害還是有的沒的 那 最主要的原因是 他好像只是對怪獸的150點 150%的傷害 然後再加上5次強切而已 他不是想像中的150%打5次 那 也就是說他的傷害 嗯 嘖 要多不多 要少不少 好啦 不過這張為什麼還是會推薦大家放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放了這一張的話 如果你有放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比較不用去管他有沒有能夠活下來的問題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能夠去讓他被動的回復10%的這個 啊 最大生命值 那除此之外的話呢 等一下我們的武器也會有一個搭配 能夠讓他一吸呢 就是吸了大概半條血就是了啦 那我自己是測試啦 他可能70嗎 大概回個570 其實就是 就大家可以看啊 像這邊772的生命啊 啊然後我們每次回 就是他放一次技能 他就回了570的生命值 其實就已經差不多了 很補 就是蠻蠻適合的 那我覺得是 這一張MOD你有放的話 他這一隻酷娃的生存性會大幅提升 啊如果你又怕他還是不夠坦的話 可以再考慮 剛剛我說的可以補個技法猛襲 或者是說 你覺得這張我不想喔 不信任他 因為畢竟我們的酷娃 他還是會被怪給控場控到嘛 那我們也可以直接考慮換成技法猛襲之類的 好 那麼講完了這一部分的話呢 接下來就來講一下我們右半邊這個部分啦 右半邊這個部分的話呢 那我們現在講兩張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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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MOD 那首先第一章就是我們的取回 那這張的話就算是我們的手 我們要有裝的話他才會比較好拿東西 那麼再來動物本的P就像我們的眼鏡一樣 戴上眼鏡我們的視野會更遼闊會看得更清楚 那麼再來是我們這兩張MOD的話呢 個人會建議大家放上我們的金屬纖維加上我們的連動生命力 那為什麼會放金屬纖維跟連動生命力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一個酷娃本體啊 他的護甲值算是蠻高的啦 那我們有一個77.8%的減傷其實就已經差不多了 那放上他的金屬纖維的話呢 不只能夠更穩定的去給他有一個一定的減傷之外呢 呃我們也比較不會擔心就是他太軟之類的 啊我們的戰甲如果本身就有稱護甲的話呢 嗯他其實這個減傷也差不多啦 就不用去特別再去做一個更改啊 不過你如果覺得 欸不行我就要放兩張一樣的MOD的話 那你可以考慮改成這個連動纖維 只不過大家發現沒撐護甲的這一個 嘖戰甲呢 他的護甲值就特別低 然後少了17%減傷 好啦 那麼這個只是一個比較推薦啦 那麼再來是我們這個生命值的部分 他個人只比較推薦連動生命力喔 那其實說實在的啦 放這個構造強化的話 他的生命值會比較多一點點啦 但這只是因為我現在這邊用的是這個音樂甲之類的 那我們這一隻事情挺酷啊 通常可能是會去搭配一些 呃像是 沙甲這一類 雖然也不能講沙甲 沙甲太多血了 我們可能要講一點點像是花媽嗎 花媽其實也是有一點點血之類的 或者說現在新版本可能那一些 呃本身體質比較硬的那種戰甲 啊本身體質比較硬的戰甲啊 我們等一下可能換個咖哩棒之類的啦 然後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他的血量其實就會比這個1085還要多了啦 那我自己是覺得放連動生命力比較翻用一點啦 好 那麼再來是我們爪子的部分喔 爪子的部分的話呢會建議這樣配置 好 那麼首先呢是我們的這個AI選擇 我們的AI選擇是哪一張 我們AI選擇這個爆狂天性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一張爆狂天性呢 主要的原因並不是要給我們的 呃其實也是要給我們的同伴 呃本體用啦 那第一點呢是因為我們今天這一套配置呢 是給他配一個穿刺兵的配置喔 那為什麼要配穿刺兵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一隻四血行褲啊 他的這個觸發機率真的是高的 有一點點的誇張 那我們呢只要放上了一張急凍爪子 大家去看他就會有到達這個100%的狀態觸發了 那這個100%的狀態觸發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的這個 無論是我們的這個暗影褲啊 還是我們本體褲啊 他都是能夠打一下就直接上一層這個狀態觸發 那這邊的話呢我想說啦 基本上他都已經是一個回血包了 然後我剛剛就說 他其實傷害也不是要特別的痛 就是能夠回血就好了等等之類 有的沒的 那我就想說欸 那我乾脆就給他這個輔助性質的能力再提升這樣子 那所以說我就把這兩個穿刺兵 能夠提供我們爆率跟爆傷的這個元素效果狀態給放上去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那我這裡的配置其實有一張是很多餘的啦 那我還是放了 那為什麼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有稍微講到 有一些mod你可以自己去做更改啦 如果你想要拐一個堅韌連結的話呢 那你可以放著就是 那你如果不放堅韌連結的話呢 你其實也可以繼續留著 主要的原因就是讓他吸血能夠吸得了就是了 那這邊的話呢 會建議大家就是放上這一張咬碎啦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啦 堅韌連結的一個連動 那不管你有沒有要的話呢 就你都可以放著 那如果你覺得 呃 不要 然後好像也不需要這麼大的傷害 那就不要放他這樣就是了 那在這邊的話呢 核心mod就是這兩張 第一張是我們這個傷殘調控 把我們的這個物理元素全部轉成穿刺 第二張則是我們的急動主要是把我們的這個元素 呃 全部轉成冰屬性 並且還會有加這個330%的高額觸發 那麼再來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他的mod啊 真的要說的話比較重要的話 就是我們的這個嗜血本性啦 那嗜血本性的話呢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要來 搭配我們剛剛那一個寫作的效果啦 那其實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怪啊 他不只會回他本身本體10%最大生命值啦 他還可以造成五成的這個切割狀態 那每一層切割狀態呢 都會觸發這一次嗜血本性 那麼他總共就可以再次回500滴的這個生命值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前面會說 他可以一次回570的原因是因為 他可以連續觸發五次嗜血本性 再加上他本身這個 呃 10%的生命值再去多回70滴血就是了 那這張mod的話 我覺得搭配那一張技能卡 是用起來還蠻好用的啦 這一個酷華的這一個生存能力會大幅的提升 那如果你今天沒有裝那一張的話呢 這一張mod就可以不用管了 好 那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欸 啊我都有世界本性了 為什麼我不給他直接放一個切割去讓他觸發呢 呃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晚上有測試過啦 第一點 他佔比的問題 25% 觸發的頻率 觸發的機率其實沒有到特別的高 那我不如直接放那一張 就是讓他去強制觸發五成切割 再來第二點是 呃 無論是暗影庫啊 還是分身庫啊 還是什麼有的沒的 他去打到切割的效果的話呢 他通通都無法觸發世界本性 也就是說他只有本體打到 才觸發世界本性 那 嗯 我乾脆放技能 來觸發世界本性還是比較好用就是了 那總之呢 這邊的話 不放切割的原因是這樣喔 好 另外的四張mod的話呢 其實比較像是功能性的部分啦 那這邊的話呢 會建議大家可以考慮放一個揮擊啊 放一個揮擊的話 他可以打比較遠 然後也可以打比較多敵人的話 那麼他可以再去間接的提高 他這個控場效果 畢竟我們這邊有這一個放一個爆狂天性嘛 他只要打一下怪 他就會跑去打其他隻怪 並且呢 他會增加80%在持續時間 那麼這一個揮擊的話呢 可以讓我們就是 去把怪就上一下冰跟穿刺啊 然後我們就跑了 然後就上一個冰跟穿刺啊 然後再跑了 然後就上一個冰跟穿刺啊 之類的 那麼再來是我們的這裡的兩張mod的話 會建議大家可以兩個一起放喔 那這個冰中痛擊跟這個持續打擊呢 他其實 呃 就是讓我們的這個同伴啊 能夠去撞怪去做一個控場之外呢 他也可以給他們上一個持續的效果 那基本上呢 最主要就是 讓我們的這一個本體的這個同伴有收益之外呢 我們的暗影庫還可以幫我們去頻繁的 觸發這個持續的這個狀態就是啊 至於最後一張這個錘擊的話 個人是覺得 最好可以放下啦 放下的話 你在一些低等突然所還是可以幫你做一個輕快的動作啦 啊 沒放的話呢 我覺得回血量也算是夠了啦 但 錘擊跟咬碎我覺得至少放一個啦 就是這兩張至少放一個 啊兩個都放的話呢 嗯 還算是不錯啊 就是他的回血量就一定穩夠就是了 好啦 那麼看完了配色之後呢 稍微換個咖哩棒給大家看一下啦 我們可能換個 呃 呃 呃 好這個咖哩棒的血量不夠 哈哈 我們可能這個啊 三岸影的這個啦 咖哩棒換下去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血量 大家看到他的血量就有1604了 就比較高一點了 哈哈 就我覺得 我也比較建議大家去換那個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樣啦 因為我們一般用軟甲的話呢 他這個血量可能700多 已經算是夠多了 啊又換了普通可能會搭配這個 呃 再假的話 他這個血量 有這個生命值連結 他的血量就會到1000多 甚至2000甚至更高之類的 好啦 那麼就讓我們直接來看一下他的效果啦 那效果呢 其實本體就不是來打傷害的啦 所以說 就看看就好 喔 他運氣還不錯耶 還觸發一個切割 六層切割 好啦再看 然後基本上他只要放一個圈圈呢 這個暗影褲啊 就會在那邊幫他去 做一個穿刺跟冰屬性 然後還有磁力有的眉的一個 呃 異常狀態的效果就是了啦 那我是覺得啦 如果你想要再額外加一個波甲的話 可以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你可以再放一個這一個 這張木頭的手 反正就是會波甲的這個效果 那你就是可以去把他的輔助能力再再次提升 只不過你這輔助能力再提升的話呢 你絕快要他打動了 好啦 那這個看人啦 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他真的沒什麼地方放了啦 我是覺得 有這個回血的合成結構跟這個奔 應該說合成結構這個能夠給我們生命球 跟這個能力去衡點做搭配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這個切割 能夠去讓我們的這個木啊 能夠去做一個自己回血的效果 很重要一點就是啦 那所以說我才沒有去放波甲的效果 不然說實在 你如果放波甲的話 他輔助性只會大死提升 你看 有穿刺 有這個 冰屬性 然後有這個磁力 然後你還會有這個 波甲效果 基本上你對G族 對C族 對其他的怪什麼 他都會有爭議到就是了啦 就變得蠻犯用就是了 那這部分的話呢 其實還是看個人去做決定啦 我自己是覺得 有加雙爆啊 有加個磁力其實就已經差不多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呢 其實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啦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下一個大大的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幫我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記得打開你的小鈴鐺 讚握什麼心裡面的第一個 誰通知你 那各位如果還有什麼想要看的 無分的武器啊 或是在你家 或是說打一些奇怪的東西啊 或是說你想要看一下 有關於其他有的沒的野獸之類的話 那麼都歡迎各位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如果看到後 就把牌給我看影片形成裡面這個樣子 那麼今天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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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